这确定是鼓曲社招生现场吗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不得不说这吊门是真高 就连郭老师都被吓了一跳 随后的忘词 更是让评委老师们集体笑场 要不是郭老师拿话筒筷 差点就被你绕过去 看到考生如此的有梗 就连高峰老师都表示留下他吧 不得不说 有德云社的地方就有欢乐 作为工具人鸾云亭 原本只是拿着手机 帮助考生们播放伴奏 考生还在酝酿情绪 没想到中途却来了电话 就连鸾云瓶都忍不住笑场了 紧接着又来一位要求自己放伴奏的考生 没想到鼓动半天都不出声 郭老师则是在不断地缓解尴尬 也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拿着发宝剂啊 需要一个叫罗恩平的人帮你拿着那扮奏吗 我自己来 不放心 副总真是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 都无辜躺枪 郭老师一开口 准能精准地戳中笑点 不得不说 有郭德纲的地方就有欢乐 鼓取社招生现场 鸟变相声专场 我自己有音乐基础 学了四年钢琴 自学的吉他和架子鼓 然后维吾尔的名乐 我会爱捷克和萨塔尔 考串怎么样呢 那更重要的一个 郭老师的这一句 可把韩保丽老师乐坏了 明明是吉他架子鼓 维吾尔乐器的全才选手 差点就变成食堂大厨 不过在鼓取社招生 发生什么事都不足为奇 这不连龙字科的学员 都来凑热闹 郭老师愣是听了 十分钟的二胡 演出效果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得知是龙字科的学员 郭老师立马感人 高老师说你是龙字科的 对 他在那儿学着相声呢 走走走 那我先走了 快走快走 哪个事去 耽误了十分钟 我还得假装听得懂 而下一位学员 演出京剧三家电视 更是让评委们的耳朵遭受暴击 通过这些考生的表现 更加体会到 要想发掘 鼓取人才有多难 看到18岁学现代舞的考生 能够喜欢鼓取 并且想学习 郭老师不由的心生感慨 其实应该谢谢你 你自个儿知道 肯定我这儿唱得不准确 你说一个18岁的小孩 学现代舞的 他能去听大鼓 并且愿意学 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尊敬 这就是对中国曲艺来说 最大的一个信号 说明小孩们愿意听 这样的话 传统艺术还能往下延续 振兴发展传统曲艺 只有让更多的人喜欢 有人想去学 才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除此之外 在考生中 也有不少跟着王会 张云雷 孟赫棠等人的 视频学习的鼓取 好 听云鹏成长出来的 看到如今 能有这么多的学员 喜欢鼓取 相信郭老师心里 也是非常的开心 特别是当17岁 自学经运大鼓的 盲人姑娘登场 清脆甜美的嗓音 征服全场 全场评委 没有同情和怜悯 只有对其才华的认可 只要你愿意 这个德云社大门 一直向你敞开 我愿意 你就随时可以来 我们有老师教你唱 我愿意 好嘞 好嘞 谢谢你吧姑娘 我记住你了 谢谢各位了 郭老师的回答 尽显大格局 也让盲人姑娘有了新希望 这何尝不是功德无量 当天一共100多位考生 近千万人次观看 直到深夜 才从天津德云社离开 郭德纲夫妇 为了鼓取社的发展 是费尽了心思 除此招生方面 在前几天 郭德纲已经为鼓取社学员 找好了演出舞台 以后每周都会跟苏州平潭 合作登台演出 相信 用不了多久 鼓取社就能像德云社相声一样 每天都有演出安排 也会有一大批粉丝追捧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